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长空 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简单的复盘视频 清明节之后市场没有明确的方向 黄金有色表现的一般 昨天比较强势的智能驾驶电力 今天表现都不怎么样 没有走出持续性 今天形成板块效应的是固态电池 为什么今天固态电池这么强呢 就是因为消息面 自己IL6使用固态电池 这个事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它的发布会也开过了 超预期的是宁德时代今天有发布会 关于固态电池电池这个方向的 另外4月12号是广汽集团的科技日 他也预告了全固态电池 这两则消息推动着板块今天走强了 最明显的就是三翔心裁 今天早盘的竞价2.95个亿 也是非常超预期的 而且竞价时候的表现是直接 从地板拉到了水平面 这个很超预期 它直接上板之后带动了整个板块的走强 这个板块是有开启新周期的意思 但是它没有和指数共振 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今天指数数量到8000亿以内 我觉得数量之后指数短期之内怎么走 并不是太明朗 虽然说今天固态电池板块很强 但是如果说明天指数来一个大银棒子 我觉得这种板块它也受不了 也承受不了 固态电池这个板块正常的预期就是要走加速了 前排的强者横强 中位的开始分化 后排的就是淘汰 这是隔日对它的一个正常的预期 然后就是看一下 资金有没有去回流这些低空经济 或者说AI等等这些题材 因为这些方向都调整了好几天了 那么资金会向着这些阻力比较小的方向运行 所以说这些方向是有回流的预期的 我们再说回这个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从炒作的这个路径上来看 目前炒的还是这个原材料 就是三翔也好 东方告业也好 他们都是掌握了这个告这个材料 而且固态电池的预期就是告的使用量会提升很多倍 所以从目前来看 最强的是三翔新彩和东方告业 另外还有今天手版的盛核资源 说到这个盛核资源 其实是非常让我吐血的 因为这个票是节前买入的 昨天卖掉了 今天才发酵涨停了 这个节奏踩的真的是非常的稀碎 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具体操作的时候 你的想法跟意识超越了市场 或者超前了一些 这个都没用 只有节奏踩对了 你才能有好的收益 对吧 你太超前了 反而是不容易取得比较好的收益 今天这三个标的当中 只有东方告业是出榜了 三翔和盛核都没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东方告业这个龙虎榜 东方告业的龙虎榜怎么样 我们先不去说 单看今天东方告业的走势 就是非常的勉强 因为他之前去卡过三翔新彩 今天是直接跟风 跟着三翔新彩走强的 非常的被动 尾盘的这一波拉升也没有到达涨停 最终还有两档 上面是有两千多万的筹码 没有人拿 这种走势首先来说是比较弱的 因为今天这个大环境 就是在整个板块如此之好的情况下 它居然走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管龙虎榜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走法 在当下的这种环境之下 它的隔日预期都是一般的 我们再来看它的龙虎榜 龙虎榜上来看 昨天买入的这些 昨天买入的这五个席位 像珍珠路 像龙井 像这些北京东三华北路 这五个席位 今天全部出现在卖盘榜上 全部走掉了 昨天买入的资金 为什么在今天会全部走掉呢 其实你看 昨天的走势就比较明朗了 昨天一个弱染墙上板之后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临近上午收盘的时候 出现了一次榨板 然后就是回风了 问题不大 目前来看 光上午这个榨板的话 目前来看是良性的一个换手 但是到了尾盘又出现榨板了 虽然说最终也回风了 但这个就不太好看了 今天也是直接低开的 因为三翔心才走强了 所以他才跟风拉出了水面 今天盘后出的龙虎榜 昨天买入的这五个席位 其实收盘之后 应该都是非常忐忑的 所以说今天他们全部的 整齐坏一的选择了跑路 东方告业今天的走势 就是市场的情绪 板块的氛围 推动了他继续向上去走 昨天买入的这些字件 正好借是全部 这个撤退了 那么这些情绪推高了之后 明天对于东方告业 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还有更多的这个 人选择加入 去推动他往上走吗 我觉得这里有 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因为从今天上网的 五个席位上来看 机构和华西尼莫芬 这两个应该都是量化的席位 深谷通是坐梯的 买入金额并不多 中州农业路和五星路 都是2800万左右的买入 这两个席位显然也都是跟风的 隔日大概率也是要卖出的 所以综合来看 东方告业的龙虎榜 并不是很理想 今天的上涨 完全是靠市场情绪 推动了他走的 那么如果说隔日分化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率先掉队 最强的只有三强心裁 但是在这里我没有说 让你明天去追三强心裁的意思 我们做复盘的最主要的意义 就是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一个得失 我认为今天没上三强心裁 在我看来是比较失败的 东方告业和圣河资源 在我看来卖飞就卖飞吧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今天三强心裁没有参与 确实是非常遗憾 好了今天的复盘就先讲到这里吧 感谢各位点赞的朋友们 再见